好遠有烏龜不小心誤闖上馬路 昨天有民眾經過路口時發現 這烏龜就在大馬路上 旁邊有不少車輛經過 看起來顯像還生 好在熱心民眾下車把這烏龜送回路邊 也拍上影片PO上網 新聞一萬八千人點願觀看 烏龜在路上奮力的爬呀爬 不過這地點怪怪的 竟然是在車水馬龍的路上 旁邊還有好幾輛車經過 看到都被烏龜捏了把冷汗 這時有男子上前伸出援手 一把將烏龜拿了起來 另一名熱心男子也上前幫忙 合力將迷航的烏龜帶離馬路 它是有愛情而且是有功德性 因為那烏龜不曉得 摩托車黏到其實可能會有車禍 你看到那個 一年過去就很穿 那接下來後面當然會飆巴巴 不怕別人按喇叭就是要保護烏龜 事發在25號上午8點左右 烏龜出現在桃園明光東路 雨春日路口 當時是交通尖峰時間 車流量不少 路過民眾將影片po網 吸引1.8萬人朝聖 網友大讚尊重生命真的很好 還有人笑說烏龜會不會抱怨 又要回原點重爬 不過也有人建議 可以先將車停路邊 再下車幫忙 以免發生危險 動物隨意棄養的話 那它其實是有3萬到15萬的法則 烏龜到底從何而來 不得而知 但有人認為 可能是來自旁邊的河岸或公園 好在這回熱心民眾出手相救 讓全民上了一場生命教育課 記得林祝強團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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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